脱死的这种年轻人 就是 我觉得大宝你已经很优秀了 因为你可以照顾那么多弟弟妹妹 照顾你的养父养母 然后还能照顾我 还能跟我在一起 然后给我很多快乐 首先我觉得你是一个能量很足的一个男孩子 然后你也特别的不容易 我觉得你已经很优秀了 真的已经很优秀了 就有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必要太过于逞强 因为在我们二十多岁 就是我堂堂没有父母的任何帮助 我也很难走到今天 更何况你的父母给不了你任何帮助的情况下 你想在短期 几年内给你的弟弟妹妹安置好 给你的爸妈妈把房子盖起来 本身就是不现实一件事情 同意的家人们口语 我这么说叔叔阿姨 你们这个年纪有没有两个人过了一辈子 才给自己盖起来一个房子 或者移动房子都没有盖起来的 有多少 有很多夫妻 在农村努力了一辈子 可能都没有盖得起来一个房子 大宝 你想你两三年内 就算你四五年内能给你父母 养父母把这个房子盖起来 我觉得都已经很厉害了 真的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你不能你的青春都放在给父母盖房子这一件事情上吧 家人们 我们过的是生活还是过的是一个房子 能理解我吗 家人们 你听听我说 你说了这些道理 其实我都懂 但是怎么说呢 虽然说咱们自己青春得自己过 但是 我的家人对我是很重要的 他们也对我很好 也养育了我 也含辛茹苦了 把我养这么大 我觉得我首先得应该去回报他们 报答他们 所以 我觉得没错 我觉得大宝你说的没错 我觉得你要报答你养父养母 一点毛病都没有 我也非常赞同 就算我跟你在一起了 我会陪你一起去报答他 所以我个人认为 现在以你现在的能力 跟你的精力 你很难 说近几年给你父母 给你的弟弟妹妹一个你理想中的生活 然后这个时候 我可不可以给你一些经济上面的支持 或者怎么样 咱们先把这个房子盖了 家人们 你们认同吗 我认为说 我们没必要把自己所有的时间 经历 青春都耗在 这个事情上面 我们可以去做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如果现在我明明有 有这个能力 去把这个房子的事情解决了 那我为什么 不去做呢 对不对 我觉得你刚才说了什么更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我的家人对我是最重要的 就跟你一样 对我是最重要的 但是你说的这些 我到底我都懂 可能时间 不知道什么时候 但是我会自己努力去尽量的说 尽快的去 把这些事做好做完 然后你要说你要给我 你这些 我 我觉得我不能接受 我得靠自己努力 我知道可能 虽然我现在经济也不是太好 但是我还是想 我先靠我自己努力去 看能不能实现它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男子汉 一个男人 那我们现在还没怎么样走到一起 去结婚什么的 那我现在怎么又能拿你的米呢 是不是 这个是我的责任 不是你的责任 那但是你这些事情解决不了 你什么时候才可能会结婚呢 你觉得两个人不结婚 你就不可以用我的米 那你这些事情不解决 就永远都不会结婚 你这不就是一个 你这不就是一个 这不就是一个死循环吗 家人吗 那先等几年嘛 先等一等嘛 我先自己先容易试一下再说嘛 那要三十岁四十岁 然后把我熬成老太婆了 然后再 不会 然后再说好的 唐唐我终于给你了一个房子 我给我父母的房子盖好了 那咱们可以再 你在整个老太婆都是最美的 哪有这么美的老太婆 对不对 是不是 你是最美的老太婆你也很美啊 所以我们再等一等嘛 对不对 再等一等再说嘛 先等一等嘛 像我们不是还年轻嘛 是不是 家人们你们说我们两个多大了 你们说说我们两个多大了 把我们的年龄打在公平上 二十八不是还年轻嘛 是不是 等过了 再等两年过了三十 就再考虑吧 嗯 好不好 再等两年再等两年 我想靠我自己努力看行不行 再等两年再说嘛 嗯 再等两年也很漂亮 是不是 你想盖个什么样的房子 盖个不知道啊 我就想盖个三层楼的房子 大约小三层的 然后父母可以住一层 然后楼下的话就喝茶接待什么的 然后地底妹妹再住一层 这样就可以了 三层楼就可以了 你也要回去住是吗 那我肯定得 你跟我未来的对象在一起了 那肯定不能跟他们一起住了 嗯 先等等吧 先等等吧 嗯 我还是得 嗯 靠自己的努力去撞民 嗯 不用你来吧 嗯 那我就要再考虑考虑我什么时候 考虑结婚了什么这些事情 我要再想一想点 因为我感觉 现在这样不挺好的吗 现在这样挺好的 嗯 嗯 我感觉 你是不是 嗯 加你的养父养母 然后包括你的妹妹 这些 你是不是把他们看得要比 你的感情更重要一些 没有啊 对于我来说 就是 嗯 你也像我家人一样 我也看得很重要啊 其实都一样的 都一样重要 没有说 谁比谁更重要 其实都一样的 不管 啊 不管我的养父养母 不管我的 啊 妹妹弟弟 不管是你 其实都是一样的 没有谁比谁更重要的 嗯 但是我就希望 希望 希望我可以靠自己 努力去 把这些 把他们啊 安置妥当 把他们给 给他们一些 幸福的生活 我不想说 你只 你给我米 这样子 知道吗 一样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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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两个号的 点一下 关注 记一下粉丝团 粉丝团每天都会通知 什么时候开播啊 开不开播啊 然后有什么想跟唐灯说的话 咱们也可以进群里面留言给我 嗯 嗯 不说了不说 咱们先进群吧 好不好 假如别乱说 影响到 常常 没有 没有不开心啊 我就是说 我是挺愿意去帮助 你的 然后 这也没有什么 没有必要那么分你我 对 底下那个号 底下现在连麦的这个号 你们可以点一下关注 然后进一下粉丝团 才可以进粉丝群 进在群里面 然后每天都会通知 开不开播啊 什么时候开播啊 你们有什么想说的话 也可以在群里面 给我留言 让我都能看得到 比如说私信我看不到 群里我都是可以看到的 好 家人们 让我下播了 让我们下播吧 就下播了 嗯 嗯 好 拜拜 嗯 家人们晚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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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